由县原杨华美办公室和台湾好样社会发展协会联合主办的 秘密派对小小孩专场 邀请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参加 从说故事、化身体等活动 期盼家长陪着孩子一起 从小就学会自我保护 还有身体接触的界限 台湾性侵害案件 熟人性侵占比非常高 又因为家害人跟孩子说 这是我们的秘密 于是被性侵的秘密就跟着孩子一直到成年 为了教导孩子自我保护、身体的界限和分辨秘密的好坏就特别重要 日前由洋花美艺员办公室和台湾好样社会发展协会 联合主办秘密派对小小孩专场 邀请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学习如何从小自我保护 因为平常从小孩在小时候就有灌出一些概念 哪一些地方其实是不能让人家碰的 哪一些部分其实是 这关键其实都一直在灌出它 所以小朋友其实都知道哪一些地方是可以让人家去碰出的 包含他自己可能也不能去碰出到别人这样子 邀请到立新基金会彰化分事务所 以及台中分事务所的主任 然后他们其实出了一本书叫做秘密派对 那这个秘密派对呢 它其实它是一个玩具的玩具书 那它其实要让更多的孩子 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界限 然后自己身体碰到的一些状况 能够将这个感觉有机会能够说出来 那因为立新基金会长期做包含身体界限啊 性侵害啊暴力等等的保护性的议题 所以这本书其实针对幼儿园国小的孩子 然后来使用的 那今天作者特地来花莲 然后来带亲子 包含爸爸妈妈怎么使用这本书 以及孩子如何把感觉 能够很具体的描绘出来的一个工作方 那就希望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自己身体上有碰到什么样的包含不舒服的感觉 或者喜欢的感觉 或者怪怪的感觉都能够表达出来 秘密派对作者周硕欣 透过活动让家长跟着孩子一起了解身体界限 吸引许多家长报名 活动包含绘本说故事 创作彩绘等 检判教导孩子无论遇到什么人 提出什么要求 都要谨记表达感觉 分辨好秘密与不好的秘密 寻求帮助三大概念 帮助孩子建立身体保护观念 也让大人更能及时察觉状况 提供协助 记者长方彦华理事报导